就算你今天是支持台獨好了 我告訴你 台獨就應該吃臺克多巴胺嗎 我是因為早年秋豆的主要發起子 我當然比較知道這個歷史 那麼今年很難得秋豆擴大了參與 我聽說國民黨 民眾黨 新黨 各種政黨都會一起來 那麼大家其中的目標就是要反對民進黨當政 這次的主要訴求也很清楚 萊豬是全台灣的共同的利益 那為什麼是跟秋豆結合在一起 秋豆其實早年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在台灣是大多數的勞動者 為了爭取他們權益 那麼每一年爭取很多勞工的權益 像勞基法 全民建保法這些 那都是跟民生有關的 那慢慢工人除了爭自己利益之外 也爭整個社會 比如說很多失業的問題 比如說很多食品健康的問題 比如說很多工廠裡面的安全的問題 食災的問題 那這一次就不得了了 民進黨政府我想 其實不用我來數落它了 我是覺得簡直是過分到了極點 我們當傻瓜 我們花錢買武器 那也就罷了 武器能不能用不要提 是不是大家也心知肚明 就買個保護會 老百姓要問的是說 我甚至這樣主張 你這次萊豬進來 有多大的利益 我們給你現金嗎 我給你一個現金 至少買自己健康不要受損 你不過美國人就要錢而已 那為什麼我要錢 我還得損害我的健康 你今天民進黨政府就那裡擋不住 你談判都應該是這樣子嘛 僅有力刷嘛 對不對 就像武器這麼廢物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進來 這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 如果這樣子 其實就會把萊豬的那種侵犯性 壓迫性 那種霸道性就會揭露 所以民進黨也不敢 可是最近因為高嘉瑜的質詢 竟然發現說 還不是美國老大那麼強迫你 是自己去送上門去找死 那我真的沒有看過這樣的同事者 你今天為了討好美國人 要犧牲台灣老百姓的健康 是怎麼說都說不過去的 但我要問 台灣老百姓動不動 要不要行動 特別是過去這幾年來 長期支持民進黨的 這很多都是中家階層的 蔡英文的817萬票 難道都是有錢人嗎 未必的 就算你今天是支持台獨好了 我告訴你台獨 就應該吃台客多巴胺嗎 那是什麼樣的下戰爛的台獨 你今天有個有尊嚴的台獨 你有必要去吃這些毒株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講不客氣的 都應該比我們這些在外面的人 更積極起來監督 我為什麼講這一段 很多人不願意動 因為特別我知道一些綠的朋友 很為難 說我來搞 跟你們這些勞工搞在一起 然後反民進黨 民進黨是我們的人 而不是反到我們自己 我要告訴這些人是錯的 我們民進黨 我們民進黨會更在乎 綠的這個有利人士的批評說 我們為什麼要吃萊豬 所以如果今天綠的主動起來 就像當年洪三軍起來 那時候陳水平壓力有多大 所以我第一個要呼籲的說 你這些綠的支持者 你不一定要過去怎麼樣投給蔡英文 沒關係 可是當他犯了這個錯的時候 你不要陷入說 那我反萊豬 那不是等於反民進黨吧 這種錯誤的民進黨 這個這麼糟糕的蔡英文 當然你要主動出來修正他 所以你們應該走到隊伍的最前面 所以第一個 這些人應該自己要出來 如果不出來 你們就是當幫兇 你們就是當共犯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而且你當了共犯有什麼好處的 你到時候你還不是要吃 特別是我知道很多勞工階級 特別是很多的 我過去搞工藝很遲到 他們一方面 就是對自己的利益受損 可是面對到民進黨政權的時候 就是很矛盾 你為了要對抗國民黨 不得不依附民進黨 可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有時候他在勞工議題上 也是欺負勞工的 他們就陷入這種兩難 真希望這次能夠突破 我跟你講薪水少拿一點 工作的勞動時間多一點 還勉強可以忍受 直接吃進去身體 要讓其到下一代 這跟健康有關的東西 還有容忍的空間嗎 第二個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 過去這個是以工運為主題 像我們當年早年在走的 這個隊伍是怎麼弄的 一定要是勞工的隊伍在前面 政黨在後面 不過我也要呼籲 搞工運的朋友 胸襟放大更開一點 今天我們整個工運的力量相對 在運動上是比較困難 今天有這麼多的盟友 願意來的時候 本來就是這個領導權 這個訴求 都是大家一起工商 形成一個力量 不要太潔癖 不要怕左右 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我相信國民黨也在變化 他已經看到有他自己的 一個新的訴求 所以大家就議題結合的時候 不必再互相防範 這個地方大家要自一致 那如果有意見有差異的時候 就大家好好協商 目標就是一致 民進黨政權 這麼樣的惡質 這麼樣的完全違反了 台灣老百姓的共同利益 這個才是一個最大的團結面 讓民進黨的政府 能夠知道他忍入了多少 第三個更重要是說 現在因為這個 整個外在的世界變得太混亂 比如說你這種新冠病毒 比如說整個台灣的經濟環境 其實老百姓的那種 對日子的難過 已經不像過去說 充滿了希望 明天有夢更美 那我是希望說這一次 能夠把這種無力感打破 你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說 不管外面見到這個 COVID-19怎麼樣 或者是兩岸統獨怎麼樣 美國大選怎麼樣 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政治 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政策 而且特別你看看 蘇貞康那個叫什麼 那什麼意思 他說豬聽了多煩 為什麼他比豬還不如 豬是很煩 豬就是被你民進黨搞煩 像這樣的一個蘇貞康 什麼樣的一個囂張 而且你看看 總統府發言人 借機他們還反操作 就是說你國民黨過去 用牛 用國民黨開放的局部的牛 來掩飾他們 那我真是搞不懂 你們過去不是天天罵 國民黨差嗎 結果你今天拿國民黨來比 那這是個比爛 更何況國民黨現在是在野 他訴求改變了 今天包括民眾黨 包括清黨 包括很多大陸都不一樣的 你今天民進黨 你當政當局 竟然還這麼無恥到這種地步 我不相信 如果還有點良知的這個 台灣公民 我不管你藍綠 看得下去嗎 這種東西當然是不能夠容忍的 所以我希望說這一次 我們這個112秋豆 秋豆只是一個暖身 後面針對萊克多巴胺 這個萊豬 不是只有豬肉本身 而是台灣的統治階級 惡劣到這種地步 你想想看 主動投懷送爆 把人民的健康都不當一回事 他們什麼時候把台灣賣掉 你們這些台獨怎麼被賣掉 你都怎麼死的都不曉得 以他們這樣的心狠手大 他們會真正為了台灣的利益 守住人民該守的底線嗎 這一看就很清楚了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趕快集齊起來行動 天天被民進黨誤導 好像反中 反共 講東講西 這個比國民黨過去的時候 國民黨還知道 會嚇一跳 還會嚇一跳 民進黨的點子是 攤二皇之 更重要的是被逮到的時候 明南外有很多人 你這個賊被逮到的時候 比那個苦主還要兇 他回頭來罵你 這次不就是這樣嗎 今天這麼囂張的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他們在背後 有多麼龐大的意義 這種我是覺得說不能夠容忍 所以這次很高興 我們這個TUTO的時候 勞工團體還能夠動 這次能夠跟各個社會運動團體結謀 再強調一次 大家一定要出來 再怎麼無力 行動本身就是力量 再怎麼樣 大家本來意見有不一樣 至少在共同的議題上 對執政者的濫權 對執政者的霸道 絕對要壓制他 甚至必要下一階段 他們再不敢 這次做為暖身 應該有更大的運動起來 就把民進黨直接掃下台來 這才是台灣社會有救的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作為當年的 掃TUTO的發動者 看到TUTO這個戰鬥力量 還能夠延續 所以鼓勵大家一定要出來 這個帽子 就是我們當年的戰鬥 你可以看到一把火 麻煩心這個肚子裡面 一把都會 整把都會 這個火 而且是我們是工人鬥陣 鬥陣這兩個字 大家要知道它的意義 它是火落會 倒釘 就是大家出來倒釘 大家出來共同 手把手聚在一起 所以鬥陣是這個意思 鋼人倒釘 那這個是整個社會的 反民進黨的 為了維護我們健康 反對進口毒株毒萊豬的 這樣的力量 大家到底 所以TUTO的時候 大家一起上街 大家加油